观众朋友好 欢迎来到文化视野 我是李方 咱们今天还是来聊 关于人际关系方面的一些话题 那我们之前出了好几集的节目 都是有关在人际关系当中 如何相处的话题 大家还蛮喜欢的 那今天咱们来聊一聊 不可不注意 说话时有三个特征 最容易得罪人了 其实两个人说话的时候 相信大家要秉持着一个 尊重和理解的原则 就是说我可以倾听你的意见 你也能理解我的想法 那这样才能让包容性 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来 你会有很多的好朋友的 在生活当中 那些说话最容易得罪别人的人 你注意他往往会有以下三个特征 第一就是太直接太直白了 一向心理学实验发现 比起你外表穿衣的一些风格和行为 那么你怎么说话呢 决定了别人怎么评价你 就好比一些人 他总是不分场合的去评论他人 虽然说话是说话直 那也可以更好地交流 这个人很直爽 但是呢直啊他也有好坏之分 如果说话不经大脑 而且不分场合跟情境 一味的只顾自己说个痛快 来发泄自己当时的情绪 那么这样的做法 无疑是一个人的最大的缺点了 也是情商低的一个表现呢 而在生活中这样说话的人 我们想想其实身边大有人在 对不对 也正是因为呢 在自己说话太过于直接了 导致呢他们得罪了不少人 要知道呢会说话的人呢 能够估计到别人的情绪 那就算没有帅气的外表呢 也会因为自己说话的技巧呢 可以打拼出你的一番事业呢 你也会有一个好人缘呢 好说第二个特点 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 像社会心理学家就说呢 与人聊天的过程当中呢 说话的方式啊 它就像一个毛 会深深地插入对方的心中 好的说话方式呢 可以让人的记忆深刻 糟糕的说话方式呢 让人就避而远之 哎呀可要离他远一点 说话实在是太刺人了 在日常生活中呢 我们会以为呢 呃 这个外界的环境 导致自己的情绪呢 会受到一些影响的 这个是难免不了的 那从而呢就有一些 一些行为 比如说说话时 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啊 就算是自身的原言 也要归咎于旁人 虽然事后自己也会后悔 但是你已经晚了 那个时候你已经得罪了人了 那么如果想改变这一点的话呢 只有找准病因 对症下药 才能药到病除 在生活中 如果你呢 出现一些过激的行为或情绪 那就要让自己呢 赶快告诉自己 要冷静下来 学会自我去调解这个情绪 当你冷静下过后呢 你要保持一个愉快的平和的心态 这样才能让你呢 不会因为自己的情绪 而出口商人就得罪了人了 说第三个 喜欢争输赢 这种人呢很多 那说话呢 喜欢争输赢的人 往往他是比较强势的 比较强硬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呢 这类人是比较贪婪 不管呢和什么样的人相处呢 其实他都会跟人家发生矛盾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呢 常常会根据自己的观点呢 来去跟对方发生一些争执 来强调 或者让对方来认同 认可自己的观点 那么对方如果不认同呢 当然就会有矛盾了 其实人呢 善于辩论 不见得呢 就一定是坏事 但是呢 什么事情啊 就是说太过了 就不是很好了 要取忠 应该合情合理的去使用 有些人呢 他的辩论看起来是好好地说话 但其实这是一种诡辩 在别人眼中呢 也是一个笑话 那就是呢 就是说能言善辩之人吧 总会想法子 为自己赢得最后的胜利 而这样的人无疑呢 其实他也会得罪别人的 如果想改变这一点怎么办 那就需要呢 重新来审视一下自己 在要讲话 要发言的时候呢 那么与对方先产生共同的话语 然后呢 再说出自己的观点 如果没有这些的前提 最好还是啊 点到为止 否则到最后呢 必然会让你陷入呢 不堪之中 就是无意中 你就得罪人了 说话啊 它是一种学问 也是一种艺术 当然也是一种方式 不同的说话方式 会改变自己 所欢迎的程度 在生活中 那说话讲究技巧 你需要用心来感受 对方的心情和接受能力 从别人的角度出发 站在别人的角度看问题 稍微呢 把握一下自己的尺度 才能让你呢 广受大家的欢迎和喜爱 那么呢 最后祝大家都有一个好人缘 好 这次我们就聊到这里 我是李方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